好,謝謝主席 有請我們部長 國教署代表 一起 好,國教署的許副總長 部長,大家辛苦喔 教育真是多事之秋 從今天我們講了一個早上的 包括考場要調整 我支持要改就改 及早公布,而且我們也已經公布了 讓大家能夠清楚知道就在哪裡考 不會再變動 包括我們說的戒聘 這麼多委員,今天是不分黨派的委員 都要求要給我們教師權益 一個最全面的保障 要將心比心 我期待你們共同的一個好消息 你要記得,不分黨派的委員 都是這樣要求 我非常同意剛剛張亮外景委員講的 上週我們才做成的臨時提案 難道教育部是立法委員的要求於無誤嗎 不要再重蹈覆徹好嗎 該調整就調整 那我今天破題很清楚地講到我們的失陪法 要修法 108的新課綱 我們往後延一年 所以從107課綱改成108課綱 我們需要軟硬兼具 軟就配合到我們今天要審議的失陪法 相關修法 硬體我要再跟您討論 新校園運動的5.0版 能不能跟得上課綱的一個調整 軟硬需要都兼具 我們看下一頁 再下一頁 再下一頁 我先從軟體的部分 今天下午要討論的失陪法 最主要的條文 其實我很嚴謹的去看了 回應到新課綱的 其實只有兩個條文 一個是第四條 一個是第七條 在您回答問題之前 我想還是給您一個機會 你們上週開了記者會 宣布課綱條到108 大學考招新制延後到111學年度 我本席個人是支持 該轉彎就該轉彎 該周延該穩健的 我們就要勇敢負責的 向社會來說 我們必須萬事俱備再上路 那這段時間這兩天 還是有很多團體不以為然 覺得說你教習了老師的熱情 他們都準備好了 你要不要再回應一下 是 謝謝委員提 我想有關12年國教課綱 確實是各界非常關注的 那也有非常多的現場的老師 也積極的來開始對這方面展開 做相關的準備 但是目前整個新課綱 包含審查的進度 還有相關在籌辦的這些 相關的配套 我自己也因為委員會這邊 都有高度的關注 我也非常深入的去評估 甚至這幾個禮拜 我也都走到學校的現場 包含參與的這些相關的老師 那我認為 老師的熱情一定要被支持 那再來新課綱的準備 也絕對必須要周延 所以在這一次 雖然把新課綱延後到108學年度實施 但是所有的準備工作 包含教學設備 包含我們要的高中的多元選修 這個過去講了N年 但是沒有被具體落實的 我認為這些都是要做全力的準備 因為多有一年的時間 我們就應該把我們該做的各項 軟硬都要兼具的配套把它做到最好 您剛剛點到了軟體施培 硬體校園空間的再造 好回到今天的主題 師資培育法裡頭第四條跟第七條 是我很努力看到行政院版裡頭 因應108課綱勉強看得到的 也就是你條文說要以學生學習為中心 而且配合新的制度 讓我們的師資培育的課程可以鬆綁 大概回應108課綱是在這裡 但是其實不止這些 我們要做的在師資培育的配套 其實是更多 包括你們說的 未來各學科的知識檢定 將透過加考專門課程的機制 而且會有一個線上檢測 政策方向是這樣對不對 是 部長我想問一下 線上檢測如何執行 你的對象只限於這些新的 要投入教學現場的老師 還是包括現役的現職教師 也都要有融入新課綱教學能力的 一個統一的線上檢測 我請張市長跟委員詳細的報告 你快速回答好嗎 跟委員報告 我想主要的部分 過去都是考教育專門科目 那所有的這些配套都是對師資深 我們就是對未來的老師 因為要確保 因為課程鬆綁以後 我們希望有配套措施 就是說他的專門科目 主要是他的學科知識 那過去考試都是重視他的教育 他跟家廣要考得出來啦 對不對 就是他線上的部分有個好處就是 他是標準化測驗 而且他題庫不會損耗 不會考到太知識性 而且他電腦現在目前都可以操作 比較社會的題庫 所以很清楚 就是針對這些新投入的 新的未來的老師 那至於已經在教學現場這麼久的老師 你如何擴大哪些做法 讓他們也能夠跟上 新的多元式性的核心素養的師資培育呢 所以我們最近在整合整個教育部的部長指示 就是我們把教育部的 尤其是專業發展的經費做整合 我們希望給縣市跟學校跟老師為中心 由下而上去規劃他自主性的 專業成長的一些專業發展 我跟委員補充報告 因為確實縣職老師占的比例是絕對的高 也一定要全面的來進行 我剛才跟委員前面在說 為什麼會到學校現場去了解 也覺得說老師對於這方面其實在關注了 那教育部也應該全面的來支持 你要建構這樣的一個在職進修的支持系統好嗎 好我們看下一頁 我這裡點出問題就好 108的課綱告訴我們多元式性加深加廣 要考出新的能力 結果我們的教檢的考題還是一樣被多分 這是106年今年的教師檢定考試 包括一個題目是說 新的12年國教的基本核心的三大核心素養的面向是什麼呢 請你回答 這就是被多分嘛 又考了一題 教科書中常見的性別偏見的五種類型是什麼 這也是被多分嘛 我拜託 如果我們連老師的教學檢定都是走被多分的老路 那我們108新課綱的多元式性我覺得是前途生死未卜 好不好這個部分考題檢討一下好嗎 檢討一下 我想這個考題確實一定要再做 一定要考 以目前也逐步再做最近三年大概請進題 就是106年的考題喔 請進題大概佔50% 我想這部分應該逐步的再來擴展 一定要全面不要再被多分了好不好我們看下一頁 其實我今天要特別跟你們講的是軟體 因應108課綱就是老師的師資培育 而硬體就是你要有一個非常新的觀念的校園空間的再造 17年前的921新校園運動 那個時候曾治朗部長開了第一槍 范訓律次長全力來督導 整個採購制度是配套 整個最新的採購制度它突破的法律的限制 讓優秀的建築師從國內外都願意回來 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921新校園運動的建設點 我們看下一頁非常多的校園 而它最需要的就是突破採購的法律框架 如用最有力標 統一徵選建築師 評選委員名單公開 給予合理的設計騎乘跟合理的設計費率 專案式的設計跟管理等等 17年前上個世紀都可以這樣做到 17年後新世紀的我們難道做不到嗎 配合108的新課綱 我們需要新的校園空間再造 下一頁 這就是921流下來的建設點範 因為它有好的採購制度的鬆綁 突破法令框架的作為新思維 好我們看下一頁 部長 這是我很快的跟您帶過 我們的核心素養 都要搭配我們的硬體建設 下一頁 時間有限 我請你好好參考高雄市教育局 現在過去的範訓率次長 現在是高雄市政府的教育局局長 針對它過去領導全台灣 我們邁向921之後的新校園運動 打造良好的一個空間再造 而現在高雄開始做了 我們要突破過去單一的教室學習 資訊教室就資訊教室 藝術教室就是藝術教室 我們現在是要跨領域的實錯的一個 這都是要跨領域的 包括我們要跨場域的 現在的新的108課綱要打造各個學校的學習空間 成為社區的一個共學 包括樂齡 包括跨世代的共學 包括閱讀 包括所有的以社區為核心的 這都需要我們有硬體的配套 所以部長下一頁 高雄在做了 下一頁 新竹在做 新竹在做 而且請到黃申遠 這台灣最珍貴的 知名到海外去的黃申遠建築石 這都因為有好的採購的配套 第二個是有全新的配合108新課綱的校園空間再造 地方都在衝鋒縣陣 請問教育部 in or out 新的校園運動 你是不是責成國教署 全面來學習高雄市新竹市的好的經驗 重點就在 108課綱不是只有老師到位了 不是只有課程教科書到位了 而是整個空間再造都要到位 您最後回應一下 是 謝謝委員的提醒 因為教育部包含最近才啟動的 這種老舊校舍的整建 雖然它是局部的校園內的局 但是也是如委員所提到的 盡量善用這種在教社新建的過程當中 就是才以這種方向來進行 也及早做準備 也希望說未來這種空間的使用環境 是能夠去搭配12年國教課綱裡面 讓教育翻轉 是 空間的翻轉 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會持續再跟您做討論 學學高雄 學學新竹 課綱要成功 新校園運動就要上路好嗎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兩位 接下來我們請蔣耐心委員 謝謝 謝謝 謝謝